今天我们继续用轮盘来挑战粉丝指定的规则 看看哪个boss今天要倒大霉 废话不多说 直接搞起 兄弟们 且看起珍惜吧 茶杯图留给我们的挑战已经不多了呀 这次专门的规则是 只站在一侧 击败boss 嗯 好像很简单吧 所有的boss基本上都可以只站在一侧 不对 如果boss会移动的话就不太好弄 经过我的苦思冥想 发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boss 就是封后 为什么封后比较合适呢 因为它站的位置比较固定 这次我们用圣杯小姐 然后加上光柱大招吧 还可以清一下上下的小怪 咱们先用普通模式试一下 只站的话我只带了一种 那就是蓄力弹 这样就可以又蹦一跳还可以攻击 来吧 这次我们只站在左侧 等到蜂蜜升上来咱们就往上跳 还得赶紧清小怪呀 完了完了兄弟们 感觉伤害不够啊 他们追着我打 我又不能来回的跳 这就是这个挑战的难点 我的活动空间特别的小 把这个攻凶打没了就好受一点 Nice 一条命没有废 如果是专间模式的话就太难了 根本就没有机会给你打小怪好吧 哦吼 到下一个阶段了 应该是躲飞蛋 这个飞蛋挺恶心的 它就像长眼睛一样 可以预判你的预判 咱们争取用无敌翻滚 但是给我机会 啊 管然搞我一下 我觉得我们还是往上跑吧 往上跑感觉还是安全一点 成功躲过 普通模式应该完了吧 OK啊 我的运气那么差 这风后在这边 快走快走 不然我就被蜂蜜烫烧了 哎呀 无解啊兄弟们 直接放大躲一个球 但是这个球感觉一点都不给我面子啊 咱们还剩一条命了 我慌了兄弟们 怎么办 普通模式都打不过去啊 不过最艰难的模式应该打过去了 它应该不会再来这边了吧 果然啊 这次在中间 如果是专家模式的话 它还得再来一轮 那时候就必死无疑了 所以说专家模式很不好挑战 我现在得小心一点了 现在碰到就死啊 感觉不好打啊 调整好角度 哦 一枪就没了 这蓄力弹是果然猛啊 只能说这个普通模式 确实有点简单了 对我来说 看一下最后的平方 只用了一分钟就打完了 HP只有一 应该是个B吧 看一下 果然是个B 那么本次粉丝规则轮盘挑战就成功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不要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拜拜